大家好,一般我们刚买回来的三角梅 它这个土壤里面都是带有一些泥的 那么这些泥的话会导致盆土相对比较板结 不够失松透气 再加上我们后期用肥的话 经常用一些无积肥 就会导致盆土越来越板结 蜘蛛也会越长越弱 那么改善盆土的方法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可以在这个土壤里面掺上一点蚯蚓粪 但是很多花也觉得蚯蚓粪它的肥酵太弱 营养呢太少 再加上三角梅又特别洗肥 有没有什么更为简单有效 既能够补肥又能够让土壤更加疏松透气的办法呢 那么办法当然有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上这个腐质栓有机肥 它是一种通用型的肥料 担拧甲比较均衡 而且呢它里面含有丰富的这个腐质栓 腐质栓有什么用呢 首先这个腐质栓它可以有效改良土壤结构 就是可以促进土壤的这个团粒结构 后期呢我们只要坚持使用盆土啊会越来越疏松透气 而且呢它还能够促进这个盆土里面微生物的繁衍和活动 那么这些微生物的话就能够有效分解盆土里面的有机质 让盆土啊更为疏松透气 关键是它虽然是有机肥 但是又具有这个无机肥的一个特性 也就是说它的营养能够快速的释放 然后被植株所吸收又不担心会出现肥害 因为里面富含有这个腐质栓的话呢 还可以增强植株根系的吸收能力 让它吸收更多的营养 那么怎么使用呢 我们准备好清水 然后呢大概1000毫升清水里面 我们给它按压一蹦就可以了 然后呢搅拌均匀 完全溶解 在现在旺盛生长期的话 大概10天左右给它灌一次根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不仅补了肥 而且还让盆土啊更加的疏松透气 只要坚持使用这个囤土的疏松透气度会更好 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将它稀释之后 给这个三角埋页面喷湿呢 也可以让它从页面上来补充营养 所以呢三角埋如果盆土板结 你想要既补肥又让盆土疏松透气的话呢 就可以使用这样一种方法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